10月20日星期二 美国和俄罗斯更加接近即将达成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在此之前 美国曾表示将允许该协议在明年初失效 双方表示希望在本周完成协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被竞争对手拜登指责对俄罗斯态度软弱 上周白宫拒绝了克里姆林宫保持该协议继续有效的提议 并称俄罗斯方面没有给达成新协议开好头 而美国方面却直接了当地表示 已准备好迅速签署协议 此前俄罗斯曾提议无条件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这些年纪争达成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线 美国则坚持认为新条约得有中国的参与 中国则拒绝了美国的提议 现行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共同签署的 该协议限制每个国家部署不超过1550枚核弹头和700枚导弹 并允许监督组现场检查以核实双方都遵守条约